字幕 李宗盛 你看这些万颈有希望 我们访问中大校友那条片也要这么拍 其实有五集,不如我们第一集访问他 哎呀,访问你 我们找的那些全部都是社会洞梁 专业人士 喂,Agnus 我们接着要访问建筑师梅思华 好,再说 喂,建筑师? 你猜他建的楼有多高 这个球场很漂亮,你建的? 这个球场不是我建的 不过就是我们团队刚刚做了一个改装 我以为建筑师通常都是建楼 其实只要和城市空间有关的东西 我都觉得是建筑的一个范畴 为什么香港的篮球场很多时候都是男生去打的 其实这次会不会做一个女性优先的场景呢? 就是我们很着重街坊参与的部分 虽然这次用家没有和我们一起设计 但是我们就找了一群年轻人 和我们一起去斗木 一起去弄附近的一些家具 建筑是怎样去看这个城市 你觉得怎样? 我很同意 因为我觉得特别是香港 其实我们的空间很少 但是不代表我们没有社区 小小街坊参与的旧风 又叫做旧风 我读到中学才懂得敢勾式 你小学已经懂了 我觉得很漂亮 今天其实发生什么事 其实这群小朋友 其实是和他们的家长 一起参加了我们超过六个月的一个工作坊 一起去看一下 究竟他们的游乐设施 其实设计得好不好 其实在整个创作过程 就会留意到很多时候 小朋友都有时需要静的 他都会想休息一下 但是另一边 我想在学校 他更加想多些空间 就是跟朋友一起玩 这个cafe 其实是我第一个 我开始接触社区的一个项目 都不是很多经验的时候 只是想 怎样可以做一个 令人放松的空间 而也都特别多用木 因为本身这个空间 其实很cool 我记得有一天 我在电视 有个节目 访问在这里工作的朋友 然后他的答案 都令我那一刻觉得很欣慰 因为他觉得这里的空间很舒服 令到他特别喜欢上班 以前好像很逼 现在就宽敞了 就不会你撞我撞你 这个中大的建筑系大楼 我觉得它很有空间感 和很明亮 你当年读书都在这里 我也想的 不过这个大楼是新的 你好 很高兴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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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这个照片 你所示范的 在第一个学校的建筑 是 这是我们的建筑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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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天津区的一些年齐 咦 是啊 忘记了 你看这些慢颈可好 多有希望 我们访问中大校有的影片 也要这么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